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7月23号星期二 我是家园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三中全会决定覆盖军事 安全顾虑何其多 中国推动消费税下化地方 土地财政破局 网民热议拜登退选 习近平要担心吗 人口红利不在 福建泉州生三胎内部政策曝光 台湾汉光演习登场 首次演练境外物资接转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日前发布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权文 其中强调 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而该决定文稿 提及的安全次数之多 引发舆论热议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 全体通过审议决定 全会决定的起草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的组长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两万多字除了引言结束之外 有15个部分 其中第二板块包括经济 政治国家安全和国防军队 等方面的部署改革 在国防和军队改革方面 提到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 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 以及深化跨军地改革三项 资深军事评论人 其乐意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这一次安全议题很多面向很广 不完全是经济改革 目前习近平党政军权力 都集中在一人手里 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早已存在 还需要进一步所谓的完善 过去并没有出现 其次在完善任务部队 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 解放军有超过200万人 任务部队是根据某一种 作战环境而形成的部队 例如参与围台军演的部队 因为围台军演已经变成常态化了 常态化的话 那你的指挥的编组 你要把它固化下来 前出第一岛链 现在航母啊 很多的海上的部队 都已经前出一岛链在演练了 这可能也要把它固化下来 第三个是在南海的这一个部分 在两万多字的决定中 光是安全就被提及41次 政治评论人陈破空对本台表示 这里所谓安全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 国家安全民族安全 而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制度安全 更贴切地说 就是现在确定习近平核心的政治制度安全 也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安全 新华社发布关于习近平所作 关于决定的说明提及 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陈破空解读所谓的黑天鹅灰犀牛 绝对不是外部因素 因为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或是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 还是南海周边小国 没有任何国家会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 齐乐意说 在中国内部对中共治理抱怨的人一定不少 但是多为分散孤立的个体 并未形成一股所谓的反习势力 彼此串联行动一致 因此对习近平不能构成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官方7月21号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这份源于日前落幕的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 有关未来五年重大改革措施 其中又以改革消费税制 缓解地方财政紧张 备受瞩目 今天本来记者乔清安的报道 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中国将推进消费税 征收环节后宜 并稳步下滑地方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 消费税后宜指的是征收点 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 也就是在哪里购买就归哪里所有 下滑地方则是把消费税 从纯中央税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 目前全国的四大税收中 只有消费税需要全部上缴中央 红牌新闻指出 此举对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四川等 消费大省来说将是一柄可观的收入 但对上海、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省份来说 则相当不利 因为烟酒、成品油和汽车 是当前中国消费税的贡献主力 而上述省份又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加工大省 虽然这能让地方政府意识到 提振内需消费的重要 但由于商品批发 零售价通常高于出厂价 这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之下 也意味着消费者需要缴纳更多的税额 负担变得更重 从而影响居民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扩大 此番税制的改变可谓实现了早前2019年的改革呼吁 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许成刚认为 这称不上改革 仅能算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做出的调整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虽然化解了中央财政危机 却也导致地方不得不透过出浪土地和举借债务来发展本地经济 不仅地方承担过高的债务风险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也加剧了地方的财政困境 荣顶集团分析师荣大涅 本周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座谈会上表示 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出现复苏 但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财政手段却被边缘化了 而三中全会后发布的决定内容 也没对此提出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 决定的确提到要进行中央地方财政改革 这本是2013年的紧急优先事项 在当时的三中全会文件拥有独自完整的篇章 但这次却不隶属于决定的15个小节 而是被分到另一个更广泛的章节里 此外决定对于中央是否将全面承担地方的医疗保健 教育等支出 以解决地方财政危机最主要的部分方面 也写得不是非常清楚 北京当局为了因应房地产业的萎靡 曾多次强调发展新制生产力和体振内需 希望刺激经济增长 但徐成刚教授认为 光靠改革税务机制 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 也就是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低的问题 因此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影响十分有限 之所以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非常低 那是由它的所有制的结构决定的 所有制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 中国的土地100%是国有的 我这里讲的国有指的是最终控制权 不是指的名义上的所有权 名义上的所有权 它叫做农业是集体所有制 但实际上集体并没有最终控制权 中国在过去经济大发展的时期 如果我们去讨论哪一个生产要素增值最多 那么就是土地 由于它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 所以土地的增值的大头都进入了政府的收入了 许晨刚表示 除了土地增值主体落入政府的口袋 中国上市企业当中最盈利的银行业 也几乎全是国有金融机构 该项收入也几乎落到了政府的手里 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国有制 这种状况导致了家庭收入 导致家庭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 因此某种程度上的税制改革 仍难以提振居民的消费需求 以上是本台记者乔庆恩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7月21号突然宣布退出竞选连任 相关消息在中国微博炸锅 占据热搜第一 为什么中国网民如此关注美国领导人选举呢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新华社第一时间报道 拜登宣布放弃代表民主党竞选连任 引发热议 中国网民留言说 只有拜登这一退就是一辈子啊 拜登是懂体面的 怎么枪打中的是特朗普 击倒的却是拜登 谁上台都会敌视中国 有网民形容疯狂的选举 有人则反问选举是什么 传出佩洛西奥巴马等人反对 拜登点名副总统哈里斯代表参选 有中国网民说 这事儿他们居然没有内部协调好 就发出声明了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此外中国老百姓也认为 谁是美国总统 和自己的生活切身相关 拜登仍然延续特朗普时期 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关税制裁的政策 更扩大项目 台湾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就表示 至于中国老百姓认为 谁当选对中国比较有利 丁树范研判 中国民众可能会认为 特朗普性格上比较难以预测 而唐靖远则说 不少中国人赞赏特朗普 以美国优先的霸气 认为国家领导人首要就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保护好自己的国民 拜登任内曾至少四次说过 台湾受到攻击 会协防台湾 特朗普也说 如果中国打台湾 他会轰炸北京 唐靖远指出 美国两党对中政策高度一致 最近共和党及众议院议长 麦克·约翰逊直接公开点名地说 中共形成一个轴心国的系统 中共是轴心国的核心 他直接把轴心国这个概念搬出来 这个可是在二战里面 直接用来针对着纳粹和日本 意大利法西斯 这样的一个结盟的 所以这种概念出来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美国这边 尤其是共和党 他们这边 其实已经都是把中共 视为是一个敌人的概念 视为是一个威胁的概念 唐靖远认为 拜登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以及民主党正前换将 追赶选票 可能会在明年1月卸任之前 寄出更强硬的对中政策 哈里斯的先生在中国经商 成为哈里斯被检验 对中态度的指标之一 不过唐靖远提到 律师出身的哈里斯 曾经和参议员卢比奥 联手发起关于 新疆人权和香港人权的 两项法案 重视人权领域 如果当选总统 对中共的态度应该不会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 积极寻求方法 解决人口减少 和人口红利降低的问题 在鼓励民众生二胎 生三胎的同时 福建泉州卫健委的 一份内部文件 显示当局计划推出 生三胎的政策 将党员干部 作为先行先事的人群 这一消息引发网民的关注 以下是本台记者 陈子飞的报道 福建泉州一份 生日支持政策文件的截图 引发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 根据网上流传的文件截图显示 要组织实施 三胎政策重点任务的措施 并要求党员干部 带头贯测 生三胎政策 文件内容引发网民担忧 全州卫健委向界面新闻表示 被公开的文件内容 属正在拟定出台的 生育支持政策文件 但目前还属于内部 征求意见的阶段 因为个别人员疏忽流出 并引发热议 全州卫健委的解释 并没有平息网民的疑虑 游博主表示 当年响应号召生两胎家庭 现在要置实起果 游博主表示 党员干部的待遇比普通人好 不用担心养不起孩子 何乐不为 为了提高当地的生育率 想出了这个好办法 以后谁不生三胎 你就别想着生官发财 我相信这种生育政策 一定会在当地 刮起一股生育的高潮 毕竟咱们国家拥有 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公务员群体们 我们要充分发挥 他们的工作热情 应该加大在全国 其他地区推广的力度 这下同志们 你们可是真的辛苦了 时事评论员方言表示 全州卫健委的说法 便像是承认 有计划出台 要党员干部 响应生三胎的政策 相信当局故意流出 有争议的政策内容 让体制内外的人 有时间消化 他表示 这种政策的建议 是计划生育和计划经济的延续 但只是体制内的人 多生少孩 难以解决现在 中国经济的困难 受访者的声音 由AI代读 它是计划经济 军事管制体制的一种延续 它属于原水 解决不了进口 原水指的是生育的周期 一代人的成长 起码得二十年 而进口指的是 他们期待人口结构 马上达到优化的状态 马上就解决生产力短缺 和老年人口占比上涨等 长期的大问题 是一厢情愿和不实际 只会导致未来将出现 一幕幕荒诞的现象 经济学者施定表示 虽然党员的人数 占中国人口5% 但当靠党内推动 很难使中国人口的增速 回到像非洲 南亚等地区一般的增长输度 以提高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中国政府其实随着它财力的紧缺 就发现仍然需要依靠外资 来拉度进增长 行政成本 税务成本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没有任何 可以给外资让利的框架了 只能够从用工成本 打这个主意 让劳动力的价格跌下来 这样才是吸引外资 最狠的一招 中国政府还是需要 回到老路上 多生孩子去吸引外资 而不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实施社会改革等等 但是这一招呢 这个短期之内 几乎就是一个 不可能实现的美命题 他表示 党员干部 享有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待遇 如果当局没有计算清楚 福利保障和补贴成本 便出台政策 只会又变成一个 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政策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指非报导 7月22号连续五天的台湾汉光演习登场 本次演习强调无剧本 实战化 并首次进行境外物资接转演练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军方规划的年度汉光演习 22号到26号 在台湾本岛和里岛进行各项演练 首日演练战力保存 恒山指挥所发布电光捷报的命令之后 西部基地的战机转场至东部基地 进行战力保存 海军舰体则出港前往海上输博区集结 并进行防御性的布雷 国防部日前在记者会中强调 此次汉光演习采取本岛石兵不实弹 外离岛石兵实弹 无剧本实战化 去中心化指挥管制 验证交战规则到单兵 任务是指挥 以及取消红军 也就是假想敌的预演 聚焦全时段 验证战力以及夜间的训练 关键基础设施防护与韧性等等 台湾的国防部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江兴韶 22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证实 首次演练境外物资 接转及交通运行管制 并动员多个单位和部会实施演练 江兴韶说 江兴韶提到这次演练名为境外物资的转运 就是从外面国外运送进来可能有两种情况 这个就是海上接驳转运 那这个通常只有一体的东西 比较可能比如说燃油 通过这个海上整补的方式 那你若说是这个实体的这些战略物资 那一定只要进港 那进港卸货之后 再由我们输送的这个交通工具 比如说卡车啊 或者是如果是由直接进到码头来靠港 然后就油罐车啊 或者接上油管啊 就像输运到全台需要的地方 这是以前没有做的 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苏子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境外物资的接转 是模拟台海进入紧急状况 各个潜在盟国对台湾物资补给到花莲港 延伸看点包括海上运输线的护航 花莲港油海转路的接驳和物资的配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被法国媒体法新社问到此问题时表示 首先这不是外交问题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原因 就是民进党当局在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下 不断地进行谋独的挑衅 但是任何渲染紧张 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失败 对此苏子云指出 中华民国1911年就存在 这历史是客观不容改变的 也无法改变 所以分裂中国的真正始作用者 是中华的民共和国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很清楚的不挑衅 但是不示弱 本来就有责任自我防卫 所以汉光演习的进行 只是要保护中华民国 民主跟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我想北京 它再怎么去扭曲 是不会改变这个客观事实的 苏子云提到台湾比乌克兰幸运的是 乌克兰的陆地与俄罗斯接铃 台湾只有台湾海峡组阁 靠着两栖登陆非常困难 而且容易被击败 台湾会善用地形以及现代科技 保护自己国家的生存 台湾的生存 关联到日本 韩国这条海上生命线 这会形成共同利益 以围堵中共的军事冒险行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谢华 台北报道 正值721元朗袭击事件 五周年之际 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城市 都举办纪念活动 透过影片回顾 出于港人的论坛分享 和街头站点的宣传说明 等多种形式 凝聚港人永不遗忘的信念 并呼吁加拿大朝野 关注香港处境 让港人有尊严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请你们来接着柳飞的报道 离职因为自由奋战的心境 邹幸彤为正义坚持的理念 透过纪录片 不断敲响着人心 加拿大港加联组织周末举办 我们在狱中的手足活动 除了有两部电影的放映会之外 曾经因为政治问题 而被捕入狱的 香港网台DJ杰斯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张超雄等人公开分享了狱中经历 港家联主席黄冠能说 像黎智英和邹幸彤等人 宁愿坐牢也不改旗帜 已经走出来的香港人是幸运的 却也肩负着更多使命 绝不遗忘 莫忘许多香港人仍被囚禁着 有些手足还在监狱里 即使是出狱后 仍然有很多人遭受精神上的折磨 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黄冠能说 温哥华的纪念活动也呈现了自由奔放的人文关怀 在温哥华科学馆外偌大的公共空间 主办方温哥华手足采用了艺术作品展和接战文宣的方式 不仅有艺术家的画作呈现721事件和香港抗争的景象 也有手足在地面涂鸦宣泄情绪 现场义工透过现场树立的大型看板和宣传单 不断向来网路人说明真实的香港处境 温哥华手足发言人克里斯丁说 每一个重要的日子 手足们都要站出来 拒绝遗忘 坚持发声 他说至今仍然有不少加拿大人 仍不清楚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可能知道中国共产党很邪恶 却以为香港仍然保有独特体位 还是自由的土地 很想告诉他们就是 现在香港已经是跟大陆一模一样 甚至因为香港的官员想讨好这个政权 所以做得比中国其他的城市更加的严重 加拿大外交部长日前到中国访问 但是目前两国公布的声明中 并没有琢磨香港或是中国的人权问题 这令黄冠能和克里斯丁都感到失望 但他们也说 会继续向各政党游说施压 肩头上的重担不会轻易放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文革华报道 7月21号是香港元朗白衣人 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五周年 为此有民众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集会 集会者誓言拒绝遗忘 他们还指出 香港当局指控721事件 受害者参与暴动 是歪曲历史的做法 今天记者邱德珍发自悉尼的报道 这次集会的共同发起团体奥赶联新州分部成员李先生表示 不论香港政府如何试图弹化721事件 他相信香港人始终会坚持继续争取公益 追究该事件的责任归属 参与这次集会的LAMO 是这次集会的另一个共同发起团体新州自给游成员 他向本台表示 2019年721事件发生时 他仍然居住在香港 他提到当晚通过电视新闻 首先看到白衣人集结 接着通过网上直播消息 发现元朗车站的情况恶化 于是打电话报警 6点半后开始打电话报警 打了半小时 电话才终于接通 当晚报案电话几乎瘫痪了 应该是因为很多人和我一样试图打电话报警 导致线路瘫痪 后来打通电话之后 接受报案的人员声称已经知道有关事件 又说会有人处理 尽管警方宣称会处理 但LAMO看到的却是现场情况进一步二跨 我本来以为可以放心 但到了9点多 更多白衣人集结 我直接打电话到元朗警署 值班警员向我说 我们知道了 已经有同事在处理了 但最后原来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李先生指出除了警方没有前往现场保护民众之外 让他觉得更难以接受的 是遭受袭击的受害者 却在事后被警方指控参与暴动 其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正是因此正在狱中服刑 这位亚洲电台记者邱德真希里报道 听着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 谴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修炼群体 长达25年的镇压和迫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美勒在声明中指出 25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 一直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进行虐待和侵犯人权的活动 本台此前报道 今年是法轮功425和平上访事件25周年 美国国会近期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 目前该法案已经由众议院投票通过 并交付参议院进行表决 美国国务院的上述声明还强调 美国为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人权发声 并将继续推动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 美国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镇压运动 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士 据南方周末7月20号报道 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 近年来引发多起死亡案件 更涉及刑选逼供 这一状况目前引发学界和专家们的强略呼吁 敦促进行改革 美国纽约时报本周一 连发两篇报道 其底已经入狱的中国商人肖建华 与科技巨头马云之间存在的秘密商业联系 报道披露 作为中共权贵高层的所谓白手套 肖建华曾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姐操作资产转移 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 与中国政治高层的亲属关系密切的商人肖建华 长期秘密投资科技巨头马云旗下的公司 纽约时报与连线中国调查发现 通过空壳公司和代理人网络 肖建华的明天集团在五年中 秘密获得了马云旗下多家公司的丰厚股份 而且从未对外披露有关信息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